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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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的出口也出现了全面的增长 完全化解了因为中国的贸易制裁 而让澳大利亚失去中国市场导致出口暴跌的担心 数据显示 当作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决定向澳大利亚中多的商品关闭其市场之后 澳大利亚全力的拓展新的替代市场 而且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在引人注目的煤炭出口的问题上 仅今年四月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的煤炭就突破了两国煤炭交易的记录 澳大利亚今年四月一共出口煤炭1500多万吨 比今年三月份的八年历史新低增长了14% 澳大利亚已经连续第四个月无法向中国出口煤炭 对越南的煤炭出口也有所降低 但是这两个国家进口澳大利亚煤炭的不足已经由增加对印度 韩国 台湾和日本的煤炭出口而得到了部分的弥补 澳大利亚在应对北京的进口禁令拓展煤炭市场出口的时候 持续关注向印度尼西亚 泰国 荷兰 马来西亚 阿联酋 菲律宾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家市场 中国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市场 澳大利亚则是西方国家当中少有的对华贸易当中享有盈余的国家 但是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排除在了澳大利亚的5G网络建设之外 引发了北京的不满 澳大利亚去年呼吁对新冠病毒进行独立的调查 更是激怒了北京 中国随后以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一些借口 对包括煤炭 大麦 葡萄酒 牛肉和棉花在内的澳大利亚的商品 实施了进口限制或者是禁令 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商品卖不出去或者是经济将受到重创的担心 根据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的统计 在2019年的时候 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这些商品的总价值大约为250亿美元 占据了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3% 罗伊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兰·贾德表示说 澳大利亚除了煤炭之外 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的价值 2020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90亿美元左右 但是随着中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收紧了这些限制 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商品又跌了大约一半 拉加指出 不过在中国的限制加剧之后 澳大利亚加快寻求替代市场的步伐 并且很快的为这些商品找到了新的替代市场 拉加表示说 如果按年度来计算的话 澳大利亚这些商品的全年出口渴望增加42亿美元 将弥补对中国出口的大部分的损失 拉加表示说 煤炭是突破中国禁令表现最好的商品 因为到今年1月 澳大利亚向世界各地出口煤炭价值 如果按年度计算的话 已经比中国下达禁令之前增加了95亿美元 反观中国 由于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炭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不断的看涨 导致了中国原材料价格的窜升 中国全国的煤炭和铁矿石的用户和下游消费行业面临了困境 中国发改委等五个政府的监管部门 近日数次的紧急约谈了相关的重要企业的主管 勒令他们停止对铁矿石的价格进行垄断操纵 协助政府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稳定市场 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当中目前受影响最大的是葡萄酒和牛肉 因为自从中国下达禁令之后 这两宗商品的出口数字不张 但是拉甲认为澳大利亚葡萄酒和牛肉出口下滑 也许与中澳的贸易纠纷没有关系 因为澳大利亚经历的非常严重的干旱 葡萄酒和牛肉的产量本来就不足 澳大利亚的副总理麦克尔·麦克马克 上个月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澳大利亚正在寻求出口市场的多元化 他还举例说澳大利亚已经向墨西哥出口了第一船的大卖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杰汉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曾经表示 澳大利亚将要求世贸组织设立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来解决中国限制澳大利亚大卖进口的问题 而本周三也就是6月2号的时候 杰汉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澳大利亚也在考虑是否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介入 来解决中国限制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日本捐钱又捐疫苗全面的制衡中国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疫苗峰会 日前以视讯的方式举行 主办国日本不仅向发展中的国家捐赠了3000万剂的疫苗 还追加捐款8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只是向该机构提供了1000万剂的疫苗 日本此举被舆论普遍的视为 意在制衡中国的疫苗外交 由日本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同主办的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疫苗峰会 2号的时候以视讯的方式举行 主要探讨了如何加速供应疫苗给发展中的国家 峰会主席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说 日本将捐出已经确定要提供给日本国内使用的疫苗当中 约3000万剂的疫苗给发展中的国家 他说日本打算提供约3000万剂的日本工厂生产的疫苗 来提供给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平台框架 来捐给其他的国家以及地区 菅义伟还宣布说将追加捐款8亿美元 是原先承诺的4倍 连同日本先前已捐出的金额总计捐10亿美元 使得日本的全球捐款金额仅次于美国的25亿美元 尽管菅义伟表示这一次的成果是朝公平获取疫苗卖出的 极其重要且有意义的步骤 但是有媒体认为菅义伟此举是考虑到了制衡中国 因为中国利用疫苗外交提供自制的疫苗以加强影响力 日本和美国藉由主导疫苗支援 呼吁各国团结支援发展中的国家 以牵制中国 再来看一下美国国防部的主管表示说 防中共威胁是首要任务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主管国防政策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说 正确应对中国的挑战是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任务 五角大楼负责国防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博士 上个星期的时候召集国防政策团队 开会时聚焦了中国的挑战 国防部在星期三也就是6月2号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新闻稿当中 首次披露了那次会议的内容 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将中国描述成为美国面临的步步紧逼的威胁 卡尔在会上说 国防部长这项描述指的是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经济技术 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形成系统性挑战的国家 卡尔说 这并不意味着美中两国不可避免会有一场冲突 但的确意味着我们与北京的关系将更会是竞争性的 有时会是敌对性的 曾经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卡尔在政策团队会议上表示说 美国需要有一个全政府全社会的处理方式去应对中国的挑战 这种方式既包括了短期和中期的政策 也包括了长期的政策计划 他有信心美国将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因为与中国的竞争是制度竞争 而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 卡尔说 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拥有无以伦比的盟友和价值网络 使得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羡慕不已 上任刚满一个月的国防次长卡尔说 国防部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去实施应对中国威胁的国防战略 4月27号的时候 参议院以49票支持 45票反对的票数 勉强核准了拜登对卡尔出任国防次长的提名 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投票赞成 分析师认为 缺乏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将影响国防次长与国会的互动 包括在国防预算方面争取国会的支持 不过在参议院核准这项提名之后 国防部长奥斯汀为卡尔做出了辩护 称他是为应对中国挑战和其他安全威胁 制定国防策略的正确人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